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Enter就不簡單 MyRadio在互聯網當中 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 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 選擇你喜歡的節目 選Facebook直播 YouTube 或者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的節目 是有最精緻的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 所以給節目月費 是絕對值得的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這是網上辣新聞的第五集 第五集 第五集 拿回中間的位置 會不會太親切 給人一種妒忌的感覺 你又不是欺負我胸口 在我身邊的是李正熙 大哥 上集很多情況 有人說沒有收到通知 所以在節目開始 我立即要呼籲一下大家 我已經分享了 按一下分享 我是未分享 我忙的 你看我 我自己是未分享 希望各位友好的聽眾 可以幫忙分享 直接令到一些 常常都匯稱是沒有通知的朋友 沒有那麼多藉口 到時沒有那麼多藉口 直接認了去 沒有看就沒有看 看重溫就看重溫 所謂眾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正常 正常 今天我們會帶來 兩至三宗 網上比較 只有講過一切 第三宗 有些會帶一帶 令到大家有一種 印象的老海就可以了 每一宗 我們會把新聞說得很詳細 因為最主要 我們就是想做一個 那些叫什麼 引起大家下想 就不是真的去討論 有些新聞在社會上 處於一個什麼位置 那類的 第一宗 可以說是 我們會用 暴力案件去形容 真正的名稱 其實在兩天前開審 有一位女士被告 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傷 以及襲擊至造成傷害兩宗再 這件事 如果你要追溯的由來 就是來自於2014年的年中 三年前 不是 我說了兩位事主的認識 案發其實就是 2015年的6月29日 6月30日 有人被捕 大約是這樣 這是不太重要的 你想從哪裡開始說起 這件事是你有興趣的新聞 當然是由雙息開始 由雙息開始 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有一位姓林的男子 我們先叫做林志華 其實是全名 43歲 林志華在一位 積極於網上 你不接下去 我以為你已經充滿陷情 默默的眼神 不過是積極於網上遊戲 遊戲 沉追於網上 都是網上網上遊戲多 沉追於網上的幻想世界 我就想用積極於網上打飛機 那不一定是打飛機 1942就是1942 這位林先生 她就在網上 渡過一些很快樂的日子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可能快樂 可能不快樂 直到她遇上另一位女子 這位可以說是改變了生命的女子 這位女子的名字很QK 我讀了幾十次 我讀了幾十次 這叫五零言 五還是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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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iewing 吳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 Hilfe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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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但是這個居所並不屬於五小姐 五小姐聲稱那個地方是她的朋友借給她住 這是後來案件發展的關鍵 請記住那間屋並不屬於五小姐 是她的朋友居住的地方 這就是她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見面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見面後五小姐單方面覺得 她們覺得我跟林先生實在太好談了 由於她個人覺得她們實在太好談的情況下 就令到她自己提出這個 既然我們這麼好談 不如這樣吧 我們每個星期見面一次 當時林先生的表情和你差不多 好談又見面一次 電話說行不行 你上網也說了九個月 不要緊 女方提出的男士就好 對呀四十幾歲的人有個三十幾歲的女生 跟自己說一個星期見一次 正常都會拍攝的 單身的話 她們持續見面了一段時間 這個故事靠後來就會發展成 一些有暴力 武力的發生事件 但我不想從這個方向講下去 我們首先給多一點背景 因為待會兒的故事 我覺得是由她們當中的對白 牽引整個故事 是比較引人入聖一點 很難引人入聖 學到忍不住 第一 她粗口就這樣抓了你 很難引人入聖 好了 講到哪裡 剛才我們講過一下 林先生基本上是一個 有人形容她為責男 有些報道說她有少少自閉症 報道不是醫生證明 我們暫時就這樣說 至少她不太活躍 不是很outgoing 我們了解 當事人林先生的背景 她是不需要工作的 她的姐姐每個月都會有錢給她 要求她定時定後去老人院探望她媽媽 但我不知道這樣可否形容她 她不需要工作 因為據我所知 她家裡並不富有 至少不是很富有 她需要工作 但她不去工作 她是需要工作 她不做事 你問我的形容詞就是這樣 好了 女事主呢 或者這位被告 五小姐 五小姐的背景是什麼呢 她很複雜 很複雜但又很簡單 她基本上沒有工作 但她聲稱自己是澳洲留學的 很可怕的 泡過鹹水 真的這樣跟別人說自己泡過鹹水 主要她的工作就是 告訴別人自己泡過鹹水 還是她的工作在之後的內容 我們可以了解得到 大家評價一下 其實就沒有工作了 可以說有工作 大家怎麼看 大家可以持續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都是一種工作 好了 繼續發展下去 繼續發展下去 已經是去到一些對白了 沒辦法 想拖一會也拖不到 因為他們的故事很緊湊 第一句對白發生什麼事 聽著 第一句對白就是這樣的 我待會再告訴你誰說 你猜猜一下 神話給她 住是好的 所以我一定要收留她 這個是我覺得值得 紀念留下的對白 這句對白就是來自於林先生說的 在什麼情況之下說出來呢 就是這樣 聽著了 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剛才我們說到 林先生一個月會被腰上一次 就是女士住家 好了 一個星期會一次 是啊 然後這件事發生了 大概一個多兩月之後 就發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 就是那個屋主 就嫌棄林先生 經常上她的家 因為剛才我不是說過 這個屋主其實就是 五小姐的朋友 一個朋友 不是五小姐是自己的 不是她的 是借給她住的 正常來說 屋主就會說 你經常都 可能是這樣 你經常帶男人上來 經常帶男人上來 其實是否應該勸她 你不要再帶了 你去別處見 應該是這樣 這是正常人的對白 五派 你經常帶男人上來 你給我搬走 你是不是都拋頭了 但結果就是這樣 也要知道屋主是男還是女 不知道 那不要深究 總之屋主就聲稱 既然有個男人 經常走到她的家 所以你就要跟我搬走 這樣屋主通常都是女 才會這樣說 你可以這樣猜 如果屋主是男 就打了一條兒子 那又未必不關你事 會不會不關事 這個就是她趕她 離開她的家 就是她家的原因 五小姐從此就失去一個地方 居所 那她第一件事想到什麼呢 當她失去了這個住所之後 第一件事想到 要搬她去林先生家居住 林先生其實是一般願意的 根據她自己的陳述 她是一般願意的 當時不知道 現在說的 其實她是不太願意的 但是 但是 她求了一支簽 簽裡面的民眾所解讀 這支簽很奇怪 要根據我對文章的理解 你們可能會覺得那支簽 其實就是 林先生自己去求 求了之後 那個簽文解釋就是 一定要讓五女士 入我家居住 因為她對我好 你這樣聽也很正常 但是 根據報道 其實感覺就像 五小姐自己拿著簽 我幫你求一支簽 這支簽很厲害 這支簽裡面說什麼 神說給她居住是好的 即是給我居住就是好的 所以你應該收留我 就是這樣 接著就林先生給你 給我一點活力 你很難 很不我思義 當然不我思義 你知道簽你不是只跟林先生說 你跟林先生說把鬼嗎 你再敲李嘉誠的門 你住在林先生那裡把鬼嗎 你跟李先生說 你給我進來居住 但是重點是林先生信 李嘉誠不信 這是智力的表現 這是最基本做人的表現 這個時候 首先我們很緊張 做出第一次 我們先去廣告 不好意思 My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 贏爆全世界 和毓民射馬 大家要記得 要在獨立付費節目的結帳版面 輸入正確有效的Gmail電郵地址 多謝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獨立付費節目 Hello 回來了 情緒再高漲一點 好了 發展到什麼呢 就是當他們一起住 因為林先生根據神的旨意 待會我告訴你 應該是黃大仙 應該是黃大仙 我但是不敢亂說 好了 他們一起住之後 林先生對五小姐挺好的 又挺好的 他會煮飯給他吃 會買飯和煮麵給他吃 但他又要特意提一句 被告從來不付款 他從來不付錢 吃東西不付錢 因為首先他已經說 由於我們的朋友關係 這是跟警方說的 我們朋友關係 所以我沒有收費租 只有他在這裡住 為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原因 因為五小姐說 其實他不會在這裡住很久 他會在未來 一段時間 就會回到澳洲讀書 這段時間 我流離失所 我沒有地方住 是厲害的 你經常上來 搞到屋主不喜歡 然後神又這樣說 所以就去了你家裡住 我相信他也有問題 這不關自閉症事 你不要那麼狠 笨就笨 你煮麵給他吃 不要緊 真的在朋友的立場來說 你來我家裡 我煮個麵給你吃 我不會問你收回公仔麵的錢 這個整個個案子 大家會發覺很多位 是跟其他騙案很相近 你沒有看那個句子 你會覺得壓一點 你就在說另外一件事 例如那些 吃飯不給錢 又回澳洲 又吃飯不給錢 又回澳洲 我這個沒想到 回澳洲 經常說回澳洲 但是吃飯不給錢 你覺得是誰 回澳洲不是我想的 那是他講的 你想起誰 有正職又不做 正正常上 一個個禮拜 你有正職你不去做 我拍拖子就走了 然後跟人說 讓我去你家住行不行 那是誰 讓我去你家住行不行 你那邊是否有東西吃 可不可以來貼來吃 我貼到那麼久 我不行了 我還是回澳洲 不是 回選舉 師母轉輩 但他被人說走 都很合理 如果你帶個人 譬如借個地方給你 我借個地方給你辦公 辦公室辦公 你帶個義姓上去 孤男寡女獨處一室 那是很難令人留你 當然是趕你走 你回家住 你那些私人事 你回家去辦公室 你不要在那裏做 這個如有雷同熟 然後又煮麵 我要吃過麵 另外又發生了 五小姐 其實未必是 我們一般人認為 完全沒有工作 我和你的感覺 你是自己擁有公司 要是自僱人士 要是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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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歸納為沒有 但他不是 有些人覺得 其實去投資股票 也是一種工作 五小姐 喜歡投資股票 會投資股票 會投資股票 會賣股票 每次買股票之前 他又會做另一個動作 就會叫林先生 幫他去黃大仙 求資簽 是不是很像 求資簽 求資簽 求資簽的結果 說可以 你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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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買 那他就去買了 入球也肯數 沒有 輸了才進去數 那是你叫我買 你說可以 我買之前是否問你 叫你去問黃大仙 你說是 你說可以 我輸了 吳小姐輸了 輸了去賴咎他 你這個混蛋 那贏了才有分 沒有贏過 根據報道 沒有贏過 那麼輸打贏 你求完不行 你再去燒那間廟 就不會去屈人 對 你自己眼光有問題 眼光有問題 對 接著他爭拗 發展到另一句 很經典的對白 又是來自於林先生 林先生暫時到這刻為止 還扮演著一個 不是扮演 不是扮演 飾演著一個受害者 對白都很受害 那他說什麼呢 唉 由於他幫你輸了很多錢 這個是我交給他的 他逼我做苦工 賺錢給他做補償 即是說 真正的工作做了什麼 就是幫你拿去黃大仙求職簽 即是你單日和了 那你輸了錢 你輸了錢要我做工還給你 那他有沒有去找工作 他沒有去找工作 但他被迫去做廢鐵回收店的工作 他原本是一個享受著摘世家的人 對 你剛剛說什麼 即是他被人租了 你弄到我輸了錢 你要去籌錢給我 那他真的去找工作 是啊 你累的 三十幾歲的人 你蹲在家裡這麼久 四十三 四十幾歲的人 你蹲在家裡這麼久 你不去找工作 老爸老母怎麼罵 沒有問題 世眾眼睛我不看 我不管 被人罵一句 你我輸了 那我唯一去找工作 一做做廢鐵回收店 結果他是 工種其實不重要 但問題是最重要 不是辛苦 我不是說什麼 被人 譬如你在家裡探開 例如在康耕做 相對接近你員工的生活 你不是的 你摘開的 你一天去做廢鐵回收店 我聽到辛苦了 大哥 我不知道實際在做什麼 但我覺得女士真厲害 真厲害 首先你釋放勞動力 哈哈哈哈 還有就是說 你把一個 扎在家裡這麼久 爛泥符不上席的人 你可以逼到他出去找工作 再一次投身社會 服務社群 對 說你這麼正面的看東西 是正能量一點的 Anyway 他出去做了一陣 其實還了八千元 給被告 也挺聰明的 但是很景不償 他只做了一陣 你看到八千元 最多一至兩個月 其實應該是沒有的 但是很景不償 然後 在去年的六月二十九日的晚上 很不幸 林先生就被人解僱了 炒了魷魚 炒了魷魚就回去跟五小姐說 我已經失去工作了 然後被人抓了 五小姐不單止沒有安慰他 還罵他什麼呢 以後的對白 你讀吧 白癡 廢柴 這些對白很熟悉 被人罵白癡 廢柴 多點粗口 罵到這樣 在自己家截著你的頭 罵你白癡 廢柴 他們幫你做事 悶心悶命幫你做事 剩下的錢就給你 收費都給你 還要剪掉你的頭 白癡 廢柴 給你去做什麼 給你去投資 給你去蝕 差了沒給你去旅行 給你吃好一點 今晚不用吃公仔麵 我這樣說 人家在家十天八天才罵人家 廢柴白癡 你幹嘛不出去做事 找工作 其實廢點回收的很早起床的 很大早起床 五點鐘要起床 好像那些清晨 神早流流的網台 又或者做新聞那些 都是神早流流要死起床的 好啦 那罵是不夠的 還有看佛 怎麼看佛 佛企 第二天 即是6月30日 也是案發當日 五女士就用滾水錄林先生 錄在她背部 100度滾水 根據報道 我想先聽一聽 綜合到現在 小姐 你沒有屋住 你這麼混濟 我容許你回來 你還已經是著巢 救佔了我 沒錯 著巢 救佔 救佔了我 你這個八婆 然後你自己投資失利 你眼光不好 你搞些東西禍了 你還要求神問卜之下 這樣去搞禍了這件事 然後你放在我身上 要我幫你填淡 OK 照填給你 我一不填給你 你就用滾水淋我 就是這樣 還贈送一句白痴廢柴 然後就淋你 還沒打完 這個只是消毒 首先把你洗乾淨 但至於今次 我們這個台的老闆遭遇 為甚麼 你這個傻子不可以 給你一個位置 建築的平台 或者打本給你也好 OK 給完你了 那你這個傻子 你還要是你自己投資失利 你自己搞不好 然後 你也有無有日 那麼久 都維持了那麼久 我一停止那個資助 你差點是未找一個人 去淋我們 未淋這裡的老闆 你這個傻子 很傻子 少少 然後有些對白 被告就跟林先生說 死你都把錢給我 如果不然就拿你什麼 即是說出口 這些不是作出來的 就這樣 那麼光頭那個人 又不敢這樣說 不知道你影射誰 然後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要快速 將那個案件到最後 我們再形容打 即是他淋了滾水後 還要打 淋完滾水後 還要打 他有拿了菜刀的刀背 不是正面 刀背 去撐他的眉間 即是把菜刀的刀背 用來拍豬肉的那個 這個言論挺好 拍到鼻 鼻樑 加到刀面打 對 打了 打幾打 他已經暈倒了 神經病 打到暈倒了 不是 他真正什麼時候暈倒了 但是 打到一個位置 五小姐是收手的 不是良心發現 不是良心發現 這個簡直令人動人的一刻 很感動 有人按鐘 打打一下 不是 打打一下 突然間 電視響起武則天的音樂 神經病 當時 不知道他看youtube 看網上 還是看無線 因為無小播過期 就播出武則天 你說要看武則天 所以不打 對 你說在播網上辣新聞 所以不打 我覺得合理 未必 打打 武則天做了 暫停 好像老母打仔 坐下了 然後看武則天 這件事很奇怪 你說不知道林先生 沒有一起看 就是這樣又停了 停了 林先生當時就不知道他醒了 還是暈了 有沒有坐在旁邊一起看 如果一起看 我很好笑 不是 一個問題 你一起看也很好笑 那賣廣告呢 賣廣告會不會有 賣廣告起身 好像剛才做到哪裏 你這樣掩著 就把手放下去 買廣告再做兩道 那怎樣也好 現在全意緊 那打 即是獨打 說真的獨打了一輪之後 後來 時隔11個小時 睡醒覺 看美國的事 在11個小時之後 五小姐發覺 好像也要播警 也要告訴醫院 我聽聽有人暈了 純粹需要一部救護車 還有教你不一定要報警 才需要救護車 他未必有報警 你打電話 姓約救傷隊 也要救護車過來 總之他就是叫了醫務人員來 不知道他報警 還是直接去打醫療熱線 那他召喚 對 然後就送了他入醫院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急速壓縮 送了入醫院之後 其實最初他都不認 不認是被五小姐打的 他還想幫他隱瞞一會 這些男人真的 不要那麼傻 但後來事件再發展 就有林先生的姐姐的介入 後來事情就讓了出來 最後有一個位置 林先生的姐姐 就回到林先生的家 因為他居住 一打開門 發覺他跟另一個男人在一起 對啊 跟另一個男人在一起 林小姐先叫他 他姐姐 最初就勸他離開 他不肯走 才報警 就是這樣 過癮啊 打完兒子 因為這樣打完屋主 打走了他 送了他去醫院 再叫另一個兒子上來 對啊 上去就被林小姐撞破了 雖然最後的被捕 都幾獵奇 並不是如此 不過沒什麼所謂 最後 因為其實這件事 最要講細節 就很複雜一下 後來他又 走了去澳洲 再回來 然後下機後 才被警察抓 但這些我們不關心 我們最主要想關心 就是整件事的邏輯性 就是 因為在網上 就分了兩邊 其實都 叫做 有兩種不同 幾截然不同的說法 略略說一說 首先就正如李正希所說 通常都是矯咎去按咎 白癡 低能 很快就大家有這樣的印象 但是 有些道德很高 不要嚇到道德能 有些道德比較高 或者比較關心世人多些 就覺得 尤其是有提及他 一個自閉症的人 就是被人欺負 是不是大家要保護那個 是被害那個 你們有什麼理由攻擊 他這樣被人打 就真的是慘 你怎麼說也是慘 有另一種大的說法 這個就是我自己都 普遍好奇的 就是究竟 這個 大家一問就問 最主要就是覺得 林先生 有沒有屌到吳小姐 他們自己有沒有這個 的關係 對兩個之間有沒有發生關係 這個對白不是來自我的口 是直接 網民就問 有沒有屌到 不是節目是出自你的口 不是 沒所謂 我們是想說 大家最關心有沒有屌到 有沒有屌到 是兩件事 出現不同 出現不同兩件事 我們現在很快就這樣說 如果沒有呢 如果沒有就蝕卓 太狠狗了 怎麼搞這麼久還沒屌到 屌了你就 其實這傢伙就勞之糾紛了 就說 這樣也有人說 如果是有發生關係 那就一夜夫妻百夜恩 對呀 無謂動刀槍 有什麼談不來 就入房解決 因為其中一些位置 五小姐有聲稱 因為她沒有給家用 對呀 她跟警察說 她沒有給家用 這樣說 家裡可能 是不是沒有說到 五小姐有份執屋 這些都不知道 但anyway 林先生 他的證供所說 他們並不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亦都沒有任何的 身體肉體的關係 那要看辯方作弓才行 我們要跟進一下 對呀 如果真的有發生關係 那就不同 但是 你沒有給家用 對呀 或者女士 她就不是真的沒有工作 如果不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純粹是朋友的關係 對呀 而且她寄居是你家 對呀 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狀況其實就是 林女士的床 就是她上班的地方 對呀 這個其中的可能性 對呀 她就是被人包魚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我想說就是 其實 網上很多人會 譬如我很快說 近日有關強姦的案件 其實很快就會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 一部分會有這樣的結論 就是 會覺得那個女性 你自己不可以穿得這麼暴露 或者你要自己小心一點 你要檢點一點 又會有人這樣說 然後很快就會有另一批人出來 立即就說 喂 那你不能夠說別人 穿得暴露 就是她 令到另一種合理犯罪的原因 對呀 我買了第二個說法 對呀 但我想說就是 我也買了第二個說法 你犯罪就犯罪 對呀 你傷害人就傷害人 但是 你不能夠因為有一個 這麼說得這麼好的說法 就將別人 一些叫你小心一點的說法 就可以撇除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到了最後 就算我講你案成也好 或者入了罪也好 你始終受傷害的人 就受了傷害 你這個世界是這樣 你就要去 小心 你不能夠 我醜了少一點 就代表你可以侵犯我 不代表 但最後屎底的始終是你 就算入了罪也好 有些人被強姦 你就被強姦了 入了罪也不能互相抵消 亦都跟這件事有關 假設她沒有特別的問題 林先生在精神上 各方面 她的軟弱 都是一種問題 當然 騙她那個 或者打她 把人的 哄人的 什麼都好 五小姐肯定是壞人 肯定是壞人 但是 不代表 你可以自己不小心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生存 對 其實本身我還想說多一點點 不過 完全沒有時間 兩句說了還是 還是留下一次呢 留下一點 留下一點 可以直播說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中間有廣告 有了16秒的差距 我立刻掌握不到這件事 我們口水多 非常感謝今晚的觀眾收看這個節目 希望下集再見到你 拜拜